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到了这个观念 社会思潮 思想和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的时候 那么艺术就属于不可教的 我们只能传达一个历史的变化 艺术史这个时候起初 或者至少我们认为 我们要对艺术的发展有一个了解 变得很重要 我们要了解十九世纪末 究竟出现了什么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 如此著名的宣派画家 今天几乎没有一本美术史会写的 如果不是徐宾宏到美到法国 跟着一个在打仰的老师学画画 全中国人不会知道有一个法国画家 他的名字叫打仰 因为你们在法国要找他的记录 都非常难找 他默默不误 我看到他的画 我觉得他默默不误是对的 因为他在学员班画家 他也不怎么样 也是很正确的 这在艺术史 好当我讲完这个艺术可教和不可教教两部分的时候 那么我就可以指出我们美术学院 我所熟悉的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在他们的地方 搞颠导 什么在搞颠导呢 本来应该叫技术的老师 他们很热衷跟你谈观念 当然观念谈得乱七八糟 然后呢 当那些讲艺术史的那些老师呢 我觉得他们是对的 他们讲的是历史 艺术史是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讲历史 历史在讲文献 讲考证 讲作品注录 一个画家听了一愣一愣的 听来干嘛 的确我也不认为一个艺术家需要了解作品注录 需要了解文献检索 那是艺术史 那么 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挑战 就是美术学院如何讲观念的流 而让学生有收获 而我们在这方面的重视是非常差的 非常差的在于 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 他可能是个专业吧 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门内存在 其实美术学院最需要的一些老师 他们不是讲技术 他们能不能够用一种 切合艺术实践的方式来讨论艺术流变的整个过程 而目的还是前面所说过的展望老师的目的 点燃你的自然系统 但你如何自然 对 你如果是个煤气平易点燃 你爆炸了就不叫自然 那自杀 你没有火了点半天 火出不来 点燃自然系统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系统 你燃了以后不断的燃 持续的燃 持续的燃 顺便像一个火烛一样 是吧 我觉得还是需要整个美术史的流变 一个发展的一个背景框架 作为一个私生人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环境 好像您说到的这么具体的讲到每张话 真的没必要去记得这么辛苦 就是说你要讲清楚 这里面叫做艺术 就是说某种艺术真的是需要 关于艺术流变的思想介绍 而不是艺术史 对对对 艺术史很重要 但是在中国艺术史系建在美术学院 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史不成熟的标志 中和大学艺术历史系应该建艺术史 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且美院我现在觉得最缺的就是 艺术流变和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想的演变 它和艺术的实践的关系 这一环扣不起来 当然我们现在把这一环清算的叫做艺术批评 而其实批评的问题在于所有学技术的人 当他们在全力以赴学技术的时候 当他们是靠技术吃饭的时候 他们内心是瞧不起批评 瞧不起批评的理由非常简单 我曾经说过的 你会画画吗 你不会画画你凭什么搞批评呢 什么时候告诉你搞批评要会画画呢 对不对 但是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我看了很多画家的眼睛 一看了眼睛 他就恰不起搞理 因为他能为理都不会画画 但我也看过一些 就是这种评论 现在某某艺术家的画 然后他讲到他怎么画怎么画 我也是一看就觉得他就根本就不会画画 因为你描述他的创作方式本身已经是错了 那是因为批评家不合格 但这种在中国很多 没错 所以我甚至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想法 有段时间的 当然我这个想法是来自传播学的 什么叫艺术批评呢 对于普通人来讲 我说对于普通人来讲 所谓艺术批评就是十几个名词和几种句法 只要你按照这几个句法去写作 只要你在写作过程中 不断的有这些名词出现 我们就认为这叫艺术批评 套路都是套路 也是一个 其实艺术批评也是个套路 那么这是个语言学问题 这是传播学问题 的确一般人是这样被熏陶的 当你不用这些词语 用另外一种手法写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不叫艺术评 反过来你说这个现象太多画家看到了 我也知道 他只要一写画画写的具体 他就不懂 不懂的原因是他的确不懂 他既不懂艺术实践 也不懂具体的画法 也不愿意研究 同时他也不太懂艺术批评 不知道怎么回答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真的很严重 所以在美术学院的艺术批评这个学科无法进行 而且现在导致很多学生都会这样子 因为现在你看艺术史的学生一年也很多 也几十个人了 现在中国的美术学院的艺术史的学生 真正有所成就的或者最后出来了 他们其实真的是搞艺术史 按照艺术史的套路在做 他们越是搞艺术史 在美术学院的这个框架里边 艺术史系和艺术实践就越脱节 脱节是正常的 首先我不要认为不正常 而对于艺术实践来讲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真的是有效的表达艺术 艺术思潮变化的思想和发展的这种批评家 或者这种艺术理论家 真的就很少了 他真的是需要跨越这种学科 这种人怎么培养呢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反过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氛围 我刚刚说了 教技术的在可教部分从事教学的那些老师们 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艺术家 或者他们认为是艺术家 而艺术家在今天的流行的时尚就是 我只谈思想 我只谈技法 谈技法就没思想 其实他自己的思想也没谈清楚 所以这导致了我刚说的混乱 在应该谈技法技术的地方 这么大谈思想 而且是一个混乱的思想 自以为是的思想 整天以为自己发现了宇宙真理 所以在美院 我常常看到这样一些画画的老师 他们培养的学生 当他们写文章的时候 我都整天想投校 很多年的这个趋势 最近有多少改变我们知道 就是一下笔就是宇宙真理 一下笔就是膨胀的奇怪的字 是吧 就搞乱头 那么也许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导致我们去思考 艺术教育的一个切入点 我认为这些点都很重要 前面说过的黄小鹏 在他的十几年的教学中 所总结的几个要点 那么这几个要点 刚刚说了 他面临三个挑战 对学生素质的挑战 对艺术教学体制的挑战 以及对社会和家长 基于艺术认知 对于专业的挑战 对不对 刚刚所说的教育美院的 展望老师 他说的很正确 点燃一个自然系统 展望老师其实还有 这种后面一句补充的话也很重要 他说我作为老师 我的目标是点燃学生的自然系统 所以挑战 挑战没问题 但是我还有可教的部分 我沈大老师 什么可教的 但我必须让学生学会两个 第一个 要如何是你的想法成长 成为一个可进行的主题 这个要训练 第二个 获得这个主题以后 又如何通过一个程序 使这个主题转变成作品 我觉得张老师 我目前为止 我听到美术学院老师 我在中国所认识的 张老师这个讲的非常精进 但我不断告诉学生体 当然他是雕塑系 工作程序很重要 在工作程序当中 基于你的作品表达的主题 它的材料处理很重要 这是技术 你的自然系统很重要 我不能告诉你主题 我不能告诉你思想 但是你有了思想以后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不要火花乱闪 不要一天大晚上胡思乱想 你要学会固定一个思路 学会把这个思路逐渐成长为一个主题 这个消息 那么 把这几个想法合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 对于我们现存的教学体制 产生良性的作用 还是有可能 但是要基于院长的认知 嗯 嗯 而究竟有多少个院长 能够认知这些问题的 我不敢说 因为我不是院长级别 我也很少跟院长交流 哈哈哈哈 少嘛 哈哈哈哈 是吧 不知道 但是我想 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些 应该是偏于相对客观的一些事实 嗯嗯 我希望不要掺杂我过多的个人的 胡思乱想的活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 TEH FAL 他封了 Dr.ished